欢迎收看1月29号的台式 《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高雄金船凶杀命案 大楼管理员发现 住在八楼的张姓女子 坠落中庭身亡 警方到她的租屋处查看 却发现另外一名 秋姓女子也倒窝在血泊当中 腹部跟胸部都有刀伤 明显死亡 研判张姓女子杀了人之后 畏罪寻断 根据了解 疑似是因为投资纠纷 埋下杀机 手上拿这个 他就讲说这个用不到了 凌晨6点多 69岁张姓女子来到警卫室 把手中的染发剂送给管理员 没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身影 两个小时后 大楼爆发命案 痛很大一声 人摔到她这边 我就赶快就报警 张姓女子倒卧中庭 原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坠楼 背后竟扯出凶杀案 警方来到住家 发现卧室还倒了另一名 秋姓女子 左胸和腹部都有刀伤 高雄左营华新路 这栋大楼 29号早上爆发凶杀命案 大楼拉起封锁线 据了解 坠楼的张姓女子 和被害人 以及她的女儿 三人一起住在八楼 案发当下 女儿在楼中楼熟睡 直到警方找上门 才知道妈妈遇害 陈思在她租住的卧室的地板上面 地上留一滩血跡 张姓女子的卧室内 跳楼处墙壁上有沾染了一些血跡 据了解张姓女子是陆籍配偶 原本居住在桃园 被秋姓女子说服合作直销 才搬来高雄 并把桃园房子 以四百万元价格卖了 拿来投资 疑似投资失利 后来秋姓女子又改做烘焙业 张姓女子钱要不回来 这才埋下沙鸡 骗下来 她说她在桃园好好 来到高雄来 人生地不守 她在桃园住了二十几年 有问题所以才被骗 管理员说最后看到张姓女子时 她异常平静 没想到随后就发生憾事 目前警方已经联络双方家属 厘清案情 记者陈轩邓明 高雄草报道